传载自白教号作者,迪蓝球NBA虽然只有72年历史,但是由于姚明的存在以及联盟在中国的大力推广,逐渐的NBA在国内几乎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,不过毕竟这是美国本土的一个赛事,很多事情我们只能凭借网络去了解。 这当中也就有可能会产生很多误会和谣言,甚至许多谣言是传的神乎其神,剪辑以假乱真,为了大家都能够了解到更为真实的NBA,小编今日也特意出来辟谣五条谣言。 第一,格里芬手短格里芬新秀赛季就打出了22.5分,12.1篮板赛巴助攻的超级数据,当时被认为是下一个邓肯,不过格里芬最吸引人眼球,都还是他霸气十足的口篮。 比赛之中竟然上演凶残的个人暴扣,格里芬的肌肉非常发达,而且身长腿短,所以从视觉效果上来看,球尼们都觉得格里芬必然很短,还给他其外号短分把王龙等。 可是实际上格里芬身高2米08,必胆2米11,必胆大于身高,还是属于比较正常的比例的,只不过不能和联盟里的长手怪来比就是了。 第二,魔术师打中锋夺冠魔术师是联盟前师的超级,也是空位位置的历史第一人,而他最传奇的地方,莫过于新秀赛季就帮助球队多冠并拿下FNVP。 在80年总决赛的第六场开始之前,贾巴尔因伤无法出战,魔术师当场比赛砍下42分15篮板系助攻的数据,许多人都认为他是顶记了贾巴尔的位置打中锋,但实际上,魔术师就是开场的时候跳了一下球,其余时间依然是打空位。 第三,科比为了姚明姚明作为我国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,在他海外退役的时候,既要兼顾NBA的比赛,又要平凡的参加国家队的集训和范式。 这么庞大的体重和身高,姚明确实负荷不了,所以经常受伤。 而2009年和胡仁的季后赛队阵中,姚明和科比相撞以后,受伤下场又重返赛场。 但是比赛结束之后,球队就宣布姚明赛季报销,所以许多人都认为,是因为和科比相撞姚明才受伤了。 但是实际上,姚明和科比相撞的部位是右脚膝盖,导致赛季报销的伤势却是左脚,所以两者之间毫无关系。 第四,奥拉猪王打爆奥尼尔·奥拉猪王和奥尼尔,同是九十年代四大中锋的成员。 但奥拉猪王要比奥尼尔早八年进入联盟,两人在总决赛相遇时,奥拉猪王正直巅峰,奥尼尔则是初出茅庐,虽然当时的比分看起来很悬殊,果剑四比零横扫魔术。 但是说奥拉猪王打爆奥尼尔还是赢过七十了。 大孟场均32.8分,11.5篮板5.5助攻,2.0抢断,2.0盖冒,命中率48.3%。 奥尼尔场均28分,12.5篮板6.3助攻,2.5盖冒,命中率59.5%,数据方面大孟稍好一点,但完全谈不上是打爆。 第五,巅峰霍华德单换张黄巅峰时期的霍华德实力却,十很强,最佳帮手球员,篮网王,盖茂王他都拿过,并且凭借身体天赋,就能够拿下场卷20加的得分,但是詹姆斯那时候已经开始拿MVP了。 他被认为是科比之后的联盟第一人,霍华德虽然在季后赛里淘汰过詹姆斯,但更多还是因为球队体系,和队有实力差距的问题。 那时候的詹姆斯,联盟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呆化他,科比都不行。